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一樣 我們現在打一下全新的黑家家老師地獄集 只有黑與白的空間喔 那這邊的話帶大家用全美戰配置的美少女戰士 隨手月亮來解一個全光成就 那你如果沒有國王公主的話 我會把光的追打無數卡備用方案 放在下方留言處 你可以稍微參考參考 好 那總之這邊是我的隊伍跟龍科配置 月亮帶到自己的武裝就好 然後龍科記得帶到三個形狀一樣 換言之這個不是必要啦 你就換上其他你可以演秒的龍科這樣就可以了 好 然後國王公主的話因為CD7可能比較有一點點長啦 第三關二血就要用到無數級 所以我帶了一個免費的儲偶龍印 讓他可以進場CD-2 好 那總之這邊是我的配置 如果你有疑惑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我們就是邊打邊講解囉 好 來第一關 好 第一關這邊我們開金星 然後我們抓著金星的角色珠 並且去把他手削到 我們把這個珠子切開 好 這樣 OK 好 最後就也是停在火焰地裡面喔 好 金星的羈絆就直接有一個加2C的選項 來 這邊就直接帶過去 沒問題 好 來 接著第二條血 這邊我們先偷一回合 不要燒到火 好 那一回合之後呢 我們把月亮記憶打開 好 變身 好 變身2技也補下去 好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不要水珠放手就好 因為下一關是不能手消水 你如果水放手 隊長那個職行就會變成水 然後下一關你可能就會更難賺喔 好 來 這邊就直接帶過去 沒問題 好 來 接著第二關的部分 這邊我們可以再補一個金星 好 然後我們補一個月亮的記憶 好 然後一樣直接送給他 好 接著來到第三關 好 第三關這邊的話我們開天王星去電擊他 好 這樣子的話他的那個射線就會消失了 好 來 接著我們補一個月亮的記憶 好 然後我們再開個龍科之力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正常轉就好了 好 一定會有20顆光珠 不用擔心喔 OK 來 這邊帶走 沒問題 好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這邊是無屬級喔 那這邊我們就開那個國王公主的記憶 然後這邊我們就手轉 然後不要手消光珠就可以了 好 這樣 OK 好 那每一個都會打出無屬級啦 所以傷害一定是足夠的 這個可以不用擔心 好 對 這也是因為每個都會追打啦 所以就等於打了 我想一下每個打了六下 然後五張卡 就打了三十下出去喔 所以這個 下棋的時間特別久啊 好 來 接著第四關 好 第四關這邊的話我們開個月亮的 不是 我們開金星然後開個月亮的記憶 好 然後一樣直接送給他 OK 來 這邊帶走 沒問題 好 接著就來到王一 好 那王一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另一隻月亮變身 好 然後變身記憶 好 那這邊我們可以把板面切成8C喔 雖然是有無視沒錯啦 但是這個8C是為了讓月亮回個EP喔 好 來 這邊一血直接帶過去 完全沒有問題 好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 這邊我們就直接開月亮的記憶 好 記憶開了之後 這邊要轉兩組光十字 看你要用金星還是龍科之力 都可以喔 好 那我們就直接去把光珠切出 切出兩組十字來 這樣就可以了喔 好 這樣子 有兩組光十字 基本上就沒什麼大問題了 OK 以上是月亮 解一個全光成就 也是全美戰配置 通關給各位稍微做一個參考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譜